为期两天的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 昨天在古巴首都哈瓦那闭幕 峰会通过了哈瓦那宣言 古巴领导人卡内尔表示 全球南方领导人一致要求终结 充斥着掠夺的国际秩序 全球南方国家必须改变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 巴西总统卢拉在演讲中 谴责了美国对古巴的长期封锁政策 并指出美国的禁运是非法行为 另外峰会还通过一项单独声明 同意墨西哥重新加入77国集团和中国机制 墨西哥是77国集团第一批成员国 但后来在美国压力之下退出了77国集团 先后退出的还有新西兰和南朝鲜 墨西哥决定重返 也为77国集团增添了一份力量 接下来77国集团领导人将前往纽约 参加正在召开的第78届联大会议 9月19日将举行高级别一般性辩论 美国到时不要捂起耳朵 哈瓦那宣言共有5000多字 强调了77国集团与中国共进退的友好合作关系 同时也戳了美国废管子 其中几条对美国的抨击可谓是真真见血 第四条 当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重大挑战 在当前已达到最严重的程度 第八条 强烈反对实施具有域外影响的法律法规和一切其他形式的脅迫性经济措施 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单边制裁并重申迫切需要立即消除这些措施 第十条 明确反对技术垄断等阻碍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的不公平做法 分别对应的是 美西方压制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的阴谋 美国用长臂管辖在国际上搞黑社会式的家法帮规 美国用政治手段阻挡世界科技发展 这些正契合了中国多次批评美国的内容 也就是说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倒行逆施早已怨气冲天 77国集团共有134个国家 也是全球成员国最多的国际组织之一 网上一些亲西方人士嘴里动不动就把美西方等少数国家称为国际社会 动不动就说中国被国际社会孤立了 那么这134个国家就不是国际社会 中国怎么就被国际社会孤立了 当美国向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时 中国就跟他当面硬刚 我们说过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 77国集团有站在美国一边吗 他们不仅没有站在美国一边 反而看到了中国人敢于斗争的精神 也看到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希望 很多国家都受够了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友 美国一边说着人权民主自由一边却到处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 美国甚至连叙利亚的石油都要偷 而这是一个经历过动荡战乱地震的国家 但在8月20日 美军又派出60辆油罐车从叙利亚哈塞克省偷到石油 使向美军在伊拉克的基地 叙利亚代表这次也来到了古巴 他控诉了美国的罪行 有几个国家没有被美国蹂躏过 各国都有一本血泪账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那场面就像是诉苦大会 有人嘲笑77国集团没有力量 组织松散都是些穷人 但别忘了 穷人是要翻身的 从农村包围城市西方听说过吗 美国那套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早晚要破产 今天的国际秩序也称为战后秩序 联合国就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产物 联合国宪章最主要精神是什么 维护世界和平 各会员国主权平等 根据宪章精神 各主权国家都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 不同体制国家互相尊重 但战后秩序是被谁改变了 就是美国和北约 90年代 美西方肢解南斯拉夫制造波黑战争 发动科索沃战争 这是战后秩序被打破的关键节点 也是在这一时期 1997年美国在北约马德里峰会上宣布北约东扩 美国撕下了所有伪装 强行将科索沃变成了一个国家 理由是阿族人权受到了塞尔维亚族的侵犯 这时西方媒体说是人权高于主权 伴随着北约东扩的是 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格鲁吉亚颜色革命 乌克兰颜色革命 阿拉伯之春 利比亚战争 叙利亚内战 直到俄乌军事冲突爆发 北约东扩到俄罗斯边境的问题 本来完全可以在安理会上讨论 但美国将北约凌驾于安理会之上 使俄罗斯一票否决权失去了效力 这是美国对战后秩序又一次严重破坏 当安理会常认理事国的权力失去作用后 他只能使用军事手段作为否决权 为什么五大国可以拥有一票否决权 就是为了防止大国之间用战争来解决争端 在安理会的谈判桌上吵架 总比在战场厮杀要文明的多 然而 美国从肢解南斯拉夫开始 就不再在乎文明的方式 他觉得可以用自己的意志统治这个世界了 1999年 在科索沃战争中 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美军战机炸毁 三名中国公民遇难 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美国也是说炸就炸 炸完 美国向中国道歉并赔款 说是地图问题导致误炸 那时的美国已经到了忘乎所以了的地步 但中国人会忘记这件事吗 永远不会 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 努力提高军事力量 仗 早晚还是要算的 当美国认为自己可以横行全球时 他又搬出了臭名昭著的以实力地位出发政策 因为美国拥有全球最强的军事实力 宣传实力 科技实力 政治实力 所以每个国家都要服从于美国的旨意 服从的国家可以得到民主小红花一朵 不服从的你就是民主的破坏者 民主曾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象征 那时美国只有自由的招牌 现在连民主都抢到手了 美国能不嚣张吗 美国对中国俄罗斯尚且如此不尊重 他还会在意77国集团那些成员们吗 干涉内政 长臂管辖 对美国来说那是日常工作罢了 2018年 白宫甚至赶在委内瑞拉册封瓜伊多为总统 并以马杜罗政府不合法为由 冻结了委内瑞拉存在西方的资金 包括存在英格兰银行的黄金 这是做给谁看的 美国就是要那些发展中国家看看 你们不民主的后果是什么 77国集团嘴上不敢说 心里会不明白 美国已经开始在指定主权国家的领导人了 还管这叫民主 欧洲有很多发达国家 但他们与77国集团里的一些硬骨头相比 都是五股之物 当美国反对中国与77国集团合作时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去年是怎么配合美国的 他说中国是77国集团中的富裕国家 不应当享有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优惠 这位跳蹦床的外长居然连基本国际常识都没有闹出了国际笑话 因为中国并不是77国集团成员国 而这类小丑事政客 今天在西方国家政坛遍地都是 他们不在乎本国利益 也不在乎战后秩序遭破坏的危险性 他们只会英武学舌 跟着美国念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这种秩序如果再存在下去 就会变成勒死发展中国家的脚索 2021年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时 中国爆发了 当面告诉美国 美国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 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这句话让美国破防了 因为从南斯拉夫被肢解以来 美国觉得从实力地位出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联合国宪章算什么 接下来布林肯、沙利文他们都到处说 中国在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 就是要在哈瓦那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 告诉这个世界到底是谁破坏了真正的国际秩序 是谁维护着一个充满掠夺的国际秩序 美国绝不希望中国与77国集团合作 原先他们希望中国能加入G7集团 跟西方一起分赃 但中国跟他们的分赃价值观 还真不一样 我们拒绝加入G7 我们倡导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次在古巴举行的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 释放出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天下苦美久矣 各国渴望建立国际新秩序 一个平等互利的新秩序 但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美西方的掠夺与剥削 只能靠斗争 几十年的经历已经证明 靠妥协是改变不了西方霸权主义的 这次在古巴举行的新秩序